大家好,欢迎来到麦子学院,我是讲师金鑫玉峰,我们本节课呢,来探讨C加价常见问题当中的派生类的构造函数。 首先呢,我们先来看一下,派生类,就是说是我们在派生的时候呢,构造函数和吸构函数,它是不能够被继承的,它是不能够被继承的。 对这个派生类必须重新定义构造函数和吸构函数,并且呢,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派生类对象当中包含了G类数据成员的值, 因此呢,创建派生类对象的时候呢,系统首先通过派生类的构造函数,来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,完成G类成员的处数化。 而后面呢,对派生类当中新增的成员进行数据化。 首先呢,我们来看派生类的构造函数,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,就是派生类构造函数的一般格式。 一般格式,首先呢,是派生类名,派生类名,然后呢,括号里面是什么呢? 是我们派生类构造函数的参数表,派生类构造函数,参数表。 好的,接下来呢,就说是冒号,之后呢,后面有这个G类构造函数。 G类构造函数,然后呢,再是括号,括号里面呢,是G类构造函数的参数表。 G类构造函数表,这是函数头,然后呢,我们来看函数体部分,这就是我们的函数体。 好的,这是我们的派生类的构造函数的一般格式,是派生类名,因为我们的构造函数的名称呢,跟派生类名是一样的。 然后呢,是派生类构造函数的参数表,G类构造函数,G类构造函数参数表。 在这块呢,我们必须将G类的构造函数,放在派生类的出数化表达式当中, 以调用G类构造函数,完成G类数据成员的出数化。 派生类构造函数实现的功能,或者说是,派生类构造函数实现功能,或者说是调用顺序。 下面呢,我们来看一下,它的功能是什么呢? 首先第一个呢,是完成对象,所占,整块内存的开辟,由系统在调用构造函数时自动完成。 首先呢,我们来看,这个第一个,是完成对象,完成对象,所占,整块内存的开辟,由系统在调用构造函数时自动完成。 OK,这是第一点,第二个呢,是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,完成G类成员的出数化。 调用G类的构造函数,完成G类成员的出数化。 这是第二步,第三步的话呢,是什么呢? 就是,如果派生类当中含有成员,含有这个对象成员,Cost成员,或者说是引用成员,则必须在出数化表达式当中呢,出数化表当中,来完成它的出数化。 如果,如果派生类当中,如果派生类当中含有什么呢? 对象成员,Cost成员,或者说是引用成员。 则什么呢? 必须在出数化表中,完成其出数化。 这是第三步,第四步的话,什么呢?就是派生类构造函数体的执行。 好的,这是我们派生类,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?派生类在调用的时候它的这个顺序,构造函数实现的这个功能。 好的,接下来呢,呃,我们就要是来看一下,在代码当中呢,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派生类构造函数的调用顺序。 首先呢,我们也是一样,先引用头文件,Include,IoStream,然后呢,是明明空间,using namespace,std,然后呢,是明明空间,using namespace,std, 然后呢,首先呢,我们定义一个类,类A的定义,classA,然后呢,我们是private成员列表,private成员列表。 我们只包含一个成员,用它x,然后呢,是public。 public,public下面呢,首先我们是构造函数,a,它有一个参数表,intxp等于0,然后呢,这里,初出化x等于xp,然后呢,我们cout,a的构造函数被执行。 OK,然后呢,n的l,这是类A,然后呢,我们再来看类B,类B的定义,classB。 我们这里面呢,我们这里面呢,不需要private成员变量,直接public,b构造函数,这里面呢,我们直接输出,cout,b的构造函数被执行。 好的,然后呢,是n的l,这是b的b类的定义,然后呢,我们再来定义一个c类,它由a类派生而来。 classC,publicA,它是由a类派生而来的,在这里面呢,我们来看一下,这个private,private,这个int型的y,然后呢,我们再来定义一个对象,b类的对象,b,小写b,b类对象,然后呢,public,这个是构造函数,c。 首先,第一个参数,int,xp,第二个参数,是int,yp,然后呢,是冒号,调用它的G类的构造函数a,xp,再然后呢,因为它这里面呢,有对象成员,我们来看一下,就是如果p类当中还有对象成员,则,在抽出化表当中呢,完成它的抽出化。 所以说,在这块呢,我们需要,在这一块完成,b的抽出化,调用b类的构造函数,调用b类的构造函数,来完成它的这个b类的抽出化。 好的,然后呢,在函数体部分呢,接下来它是调用,最后一部分呢,就是调用它的这个函数体了,p类,构造函数的函数体。 y等于yp,我们就cout,c的构造函数被执行,c的构造函数被执行,然后呢,是n的l,好的,这是c类。 接下来呢,我们在intman,就是主函数里面呢,我们定一个c的变量。c,参数呢,1,2。 ok,它这个是int xp呢,带进去1,int yp呢,带进去2。 然后呢,我们来生成一下解决方案。好的,生成完成之后呢,我们来按CtrlF5来执行一下我们的这个程序。 程序里面呢,我们可以看到,首先呢,是a的构造函数被执行,接下来是b的构造函数被执行,再接下来呢,是c的构造函数被执行。 呃,我们在这一块呢,分析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。 在这个代码当中呢,首先呢,我们定义了,呃,类a和类b。 呃,首先定义个类a和类b。 在a的基础上呢,我们派生了类c。 同时呢,在c类当中呢,我们添加了一个,呃,b类的,呃,对象成员,呃,对象成员。 所以呢,这个c类的这个构造函数呢,首先呢,是它的这个,呃,完成。 我们对象,整块内存的这个kp,由系统呢,调用我们这个构则函数时完成。 在这里面里面呢,其中呢,我们这个c,为p生类名。 呃,总参数表呢,它的这个参数表呢,有两个,呃,xp和yp。 呃,参数xp呢,呃,它是用来初次化,g类的,呃,构则函数,x的,呃,是用来,呃,就是调用我们这个a,a的构则函数,x,x的。 而参数yp呢,它是用来初次化,c类当中,新增的呃,呃,成员的,呃,y。呃,这一块呢,除了,除了要在这个初次化表达式当中,调用,a类的构造函数。 之外,c类对象成员,b,它的初次化呢,也要放在我们的初次化表达式当中来进行。 也是我们这四个步骤当中的第三步。 好的,程序的这个输出结果呢,呃,就认证了,呃,就印证了我们关于构造函数,步骤,执行顺序的论书。 我们来看。我们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什么呢?如果激励当中采用的是系统提供的默认构造函数,或者说定义了,呃,无参构造函数的话呢,呃,这里包括所有的参数都是,呃,都有默认值的各种构造函数。呃,激励的这个构造函数呢,它,它的调用可以省略。呃,这个时候呢,呃,系统呢,它调用默认的, 默认的基类构造函数,完成,基类成员的初始化,呃,完成基类成员的初始化。呃,不管怎么来说呢,就是构造函数,呃,它派生类构造函数的调用的过程当中呢,首先呢,第一步呢,它是先,呃,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,呃,先调用基类的构造函数,呃,完成,呃,基类成员的初始化。呃,就是我们第一步呢,是A的构造函数被执行。 第二步呢,就是如果有派生类对象成员的话呢,就是把它这个派生类对象的,呃,构造函数先,呃,就是在初始化表达式当中,来进行完成。最后呢,才,才是派生我们,呃,才是调用我们这个派生类构造函数的函数体。函数体部分呢,它才会这个Cout,C的构造函数被执行。 OK,呃,这一块呢,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? 派生类的构造函数,调用的是基类的构造函数,初始化表达式当中,是构造函数表达式。 而对象成员,在初始化的时候呢,初始化表达式当中,它是对,它是对象名,其初始化参数。 好的,呃,这是我们这一课,呃,对派生类的构造函数的,呃,简单的,呃,讲解和介绍。 因为我们这个派生类构造函数呢,就是我们在,呃,面试当中呢,很可能会出,呃,出现我们本道题,就是给给出你一个,呃,程序,呃,让你看出,让你写出就是它的这个执行顺序,或者说是,呃,它的一些这个,呃,构造函数的, 被调用顺序,呃,这是我们经常出现的考题。 下一节课呢,我们会给大家讲解派生类的构构函数,构构函数呢,它一般是,呃,跟我们的构造函数,在考试当中呢,是成对出现的。 好的,接下来呢,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客户题。 写一个电脑类,作为G类,其中,包括,构则函数,和,成员变量。 成员变量什么呢,呃,价格。 有本类,派生,呃,联想,电脑类,和,带儿。 电脑类,其中呢,除了,G类当中的这个,呃,价格。 变量外,含,各自,需要,增加一个,变量,为电脑的数量。 好的,然后呢,就是在我们的,呃,闷含出来应用的时候呢,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调用顺序。 好的,这是我们这一课,呃,主要的内容。 谢谢大家。